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跟大家聊聊美国的20个州长即将访华参加中国的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了加拿大的前总理 大家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加拿大什么事都要跟中国顶一顶的那一个加拿大 那这两个新闻代表着啊中美关系未来将要走向哪里呢 美国不低头他行吗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这些新闻的本身啊 首先啊20个州长访华这个新闻呢 出自于啊这个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啊 都报道他称啊 美国史上派出啊 美国派出史上最高层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啊 然后呢这个最高层级的代表团啊 他包含什么美国的这个农业的代理副部长 农业的这个部长的贸易顾问 农业部什么北亚事务高级顾问等等等等 一星人要来中国参加这个这个进口博览会啊 这个新闻的后半部分提了一嘴啊 然后美国的20个州的州长要来中国参加了 对不对 他是啊隶属于美国什么腹地中国协会啊 然后这样的一个组织来中国参加 不仅有这些组织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美国的什么这个家禽蛋品出口协会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啊 美国稻米联合会 美国蔓越煤市场协会等等等等等等 一大堆的组织要来中国来 我相信啊 看到这个新闻有些可爱的网友会出来说 这是来干嘛来中国赚钱 那你中国还高兴呢 对不对 这些钱都会设想都会做成设想中国的子弹 哈哈哈哈 其实啊 我必须得说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新闻啊 他归根结底要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是中美玩法的不同 中国的玩法与美国的玩法不同 中国这个玩法为什么能赢过美国 看一看现在国际的局势 各位就明白了 那中国的玩法与美国的玩法到底不同之处在哪呢 咱们先看完新闻啊 先看完新闻 首先啊 总而言之啊 咱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也就是美国的州 20个州 美国中部 美国腹地啊 也就是美国的红脖子州 美国的农业州 要来中国赚钱 美国的各种的啊 这种农业类的协会 要来中国赚钱 等等等等 咱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这个新闻先放一边 那么咱们看下一个新闻啊 首先啊 这个韩正会见啊 这个加拿大的总理 克 前总理啊 克雷蒂安啊 然后这个克雷蒂安啊 表达的是什么呢 说啊 加拿大跟中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两国经济啊 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 医院继续为促进两国务实合作 与友好交流 贡献力量 推动啊 这个家中关系长远的发展 果然是吧 天然的合作伙伴 这个话都讲出来了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 加拿大现在跟中国关系不好 对不对 现在加拿大的前总理 还要来中国进行访问 还要提什么天然的合作伙伴 归根结底原因 是因为利益的绑定 加拿大也没办法离开中国 对不对 很多东西一说啊 那就是啊 加拿大啊 跟美国呢 离得近 加拿大的贸易 依赖着美国 是依赖着美国 大头在美国 但是另外还一个头呢 这个世界 对不对 头两号的 这个超级的强国 对不对 你啊 只跟美国做生意 你跟中国老死不相往来 做您的春秋大梦 对不对 别说加拿大 中国跟拉美都有关系 你何况跟你加拿大了 其实讲到这的时候 多跟大家讲一嘴啊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为什么的 跟谁都能来往 加拿大 这个国家跟中国关系不好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学会 求活的话 你知道不要 死路一条 你还要往里冲的话 你啊 就游出席 对不对 你愿意来中国访问 愿意啊 继续与中国 开展正常的交往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 中国忧于美国 这个话题 待会儿跟大家聊啊 然后呢 先跟大家讲 有一些啊 高华啊 经常会提啊 这个加拿大 与美国关系好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怎么这种说法 多没出息 对不对 什么啊 离天堂太远 离美国太近 天天给你扯 这种这种闲话 对不对 首先啊 加拿大现在做出了啊 做出的这种外交的动作 非常的不误实 非常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说的是什么 它是不讲求利益的 对不对 你只要跟中国玩意识形态的对抗 那你就损失自己的利益 就完事了 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 而不是说像某些 就是说想不通这些事情的一些高华吧 所提的那样离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 跟美国的贸易往来太密切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 不会把自己的选择全堵上 因为什么呢 说出这种话就特别的 特别的公园大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特别的小孩子 只会做选择题 对不对 这个世界啊 中国和美国啊 离美国太近了 而且贸易上跟美国的依赖 确实是第一位的 所以说导向美国啊 可这个能理解 理解个屁你知道吗 什么叫我全都要 听不见了啊 中国跟澳大利亚的贸易 那个占比对于 对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 这个占比对比美国 是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也不少 这个世界 别说国家 所有的企业都一样 你让他损失 5%的市场 他都不会干吧 对不对 你损失5%的市场 就损失了5%的利益啊 你一个月损失5% 一年损失5%吧 十年你损失多少钱 这是一个复利计算的 一个情况啊 对不对 全世界没有哪个傻子 是这样做事的 加拿大现在的行为 是傻是纯 他不是可以理解的 怎么离美国太近 对不对 离天堂太远 然后贸易跟美国绑定 特别密切 你给我扯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鸟用 现在就是加拿大有问题 其实特别反感的就是啊 有些人就是使用这种语言吧 希望啊 中国人能够理解 加拿大做的这种选择 理解不了 有一笔算一笔 对不对 做出了错事 就得自己负责啊 对不对 该付代价的时候 你得付代价 你不付出代价的话 啊 让别人理解你 我离美国太近 理解个谋 对不对 这成年人做事吗 你就得啊 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呀 对不对 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你就承担那个错误的代价 不要说责任全是美国的 加拿大离美国太近 大家慢慢看吧 然后整体的这两个新闻啊 跟大家来聊聊聊聊中美玩法的不同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啊 美国的农业的州都在20个州 美国的各种相关于农业的这种协会组织 都来中国进行访问 来中国赚钱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刚才跟大家讲了中美玩法不同 中国的玩法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对不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个东西为什么的一个重要 它其实原意更简单 我不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我不管你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 只要啊 求发展 只要能合作 对不对 咱们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你与其他人的合作 你也别针对我中国 只要你能保证这一点 咱们就来一起发大财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玩的 不管是路上的一带一路 还是海上的一带一路 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交往 同样也是如此 中国跟这个这个啊 美国的这20个州长的交往 同样也会基于此啊 你选择求活是吧 可以没问题 那就来 只要能够让这个合作继续执行下去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玩法 高级于美国 就拿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格局来看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啊 美国在这个西亚 在中东地区 他的军税基地 为什么 就是来回的被袭击 都在然后伤了20多个美国大兵了 结果走到现在 美国还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美国为什么走成这样 因为美国在当地 是伤害各方利益的一个存在 你跟各方利益都是敌对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跟大家强调 中国的都护府制度 为什么一千多年以来 给废掉了 不玩了 都在玩这玩意干嘛 啊 对不对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金平涉签一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中国啊 这个到了大清朝的时候 对于这个西藏的这个控制啊 然后金平涉签就控制了 这是一个什么 你看起来这是一个礼 其实它是一套规则 这一套规则保证了清朝与西藏的佛教啊 藏传的佛教达成了一个立一致的一个情况 咱们共同的妥协 对不对 咱们一起间接的啊 让我管理西藏这个地区 这是一个柔性的一个动作 这是当时清朝玩的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招 我只用一个金平涉签呀 金平涉签呀 就控制了 间接的控制了西藏这片地区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以前中国只会玩什么啊 这个安西都护府 安南 安北 安安东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都护府 这个确实看起来特别的一个强 你想一想 安东都护府 在朝鲜半岛 安西都护府在哪呢 这横向 横向下来 这多远的一种状态 你更不要的 安北都护府 安南都护府 安南 对不对 这都到越南了 你就知道当时中国古代的那个实力有多强 四面搞都护府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国家实力足啊 哪怕当时没有火车 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 靠着人啊 人人推麻辣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物资也能运动过去 大家得知道这个物资啊 你不能断哪 尤其是都护府 那就是远离中央政权 然后在那搭了一圈 属于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 对不对 你起码中央政权 你得给真金子白银子吧 对不对 你得把钱给到那些都护府的手中 那些都护府 哪怕是啊 跟当地啊 购买点东西还是怎么样 起码他能够 他能够吃上饭 才能够维持中央政权 中原中原王朝的这个这个影响力 在那片区域来进行存在 但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相较于金平撤前而言 都护府制度太笨 太太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当地 你是靠着军事实力来威胁着别人 让别人与你来合作 你啊 这个跟各方都是控制于被控制的一个关系 因为你玩的是最强硬的对不对 然后拿着啊 这个长江短炮 拿着长江短炮对着别人 你得听话 对你不听话 我这可是有兵在啊 咱有兵 我这是都护府 我这大军在这 你不听话干你 对不对 这就是啊 看起来特别的硬 其实他特别的一个脆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 中国的都护府 这个制度其实没有维持多久 很快 几十年的时间 对不对 这个都护府就完全的被周边的 势力给给蚕食掉啊 有事没事就骚扰你 等你中原政权啊 弱的时候 你真的就要倒大没了 对不对 那个钱给的不及时 或者说啊 这个中原王朝啊 政权变动 你那一块虽然说不受影响 但是政权变动的时候 你就孤悬于边疆了 这就是都护府制度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直接受中原王权的兴衰的影响 这个这个这个程度太大了 只要弱的时候 他马上出问题 美国现在中东在西亚 不就是这种问题吗 美国现在经济不是那么的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花钱太多 阿富汗那边也没有什么资源 让美国人去抢 然后的话只好走人 对不对 你看一看美军当时啊 驻阿富汗的美军一年花多少钱 那个东西太吓人 美国这么去干 那是美国原来怎么去干 能够成功原因很简单美国强啊 对不对 美国可以哪怕是空头给你 对不对 空头不资 他都能空头过去 对不对 然后强他弄的满世界全都是啊 军事基地 但是的话 你跟西亚 你跟 你跟中东那些国家 那个关系 会因为这些军事基地而恶化 因为什么呢 你是有兵在呀 你拿着枪顶着别人合作呀 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跟别人形成利益一致的一个关系啊 这就是美国在西亚地区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如何与别人形成利益一致的关系 一带一路啊 对不对 一带一路啊 然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美国人什么时候能学会这一点 你想中国人玩都务府 玩什么军事基地 这玩了一千多年前的事了 对不对 美国到现在一千年 一千多年之后还在玩 玩玩了之后呢 中国已经不玩了 中国从啊 大清朝的时候 金屏设签 对不对 立一致的一个方法 与西藏啊 对西藏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可是现在中国现在也用不着玩什么金屏设签了 咱们对不对 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咱们就一带一路 对不对 经济上的合作 我在新能源领域有优势 我在高科技领域有优势 我在基础建设这有优势 我在工业实力这有优势 那你就得跟我合作呀 为什么呢 对不对 我可以让你这个国家有一个发展的基础啊 基础建设给你建起来了 电电厂给你建起来了 新能源给你弄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国家未来能源不缺 你这个国家用电不缺 你这个国家运输通畅 对不对 你这个国家的工厂 他就自然而然会起来 工厂起来了 老百姓有就业 市场有消费 你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往上走 那么才有鬼呀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对不对 你什么政治制度 对不对 你跟我不乖呀 你爱什么制度 什么制度啊 咱们只要合作就行了呀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中国就保证了与世界各国的一个关系 与世界各国的一个关系啊 对不对 美国呢 它是用军事的方法 能控制别人 他不使用那种柔性的那种手段 你看起来 他是好强强好硬硬好棒棒 但是的话柔性制刚一一段嘛 对你硬到头了 你也就脆了呀 美国人走到现在估计还没想明白呢 中国人一千多年前想明白的道理 你看起来中国是金平彻天 对不对 看起来是与啊 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啊 进行了合作控制了西藏这片地区 你看起来是如此啊 但是本质上是什么呢 哎 我这我控制这片地区 我也没有与大家接仇 我好 大家好 对不对 咱们在一起一起往上走 那个团结的力度就会出来 你看起来是柔的 但是本质上一是硬的 尤其是大家也可以看看 当时清朝对于这个蒙古啊 这片地区的这个控制啊 尤其是儒家文化 最后的啊 领头羊 蒙古族啊 清末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段历史非常的有意思啊 为什么人家蒙古人到最后 这个啊 这个一定要维持着啊 儒家那套传统呢 对不对 哪怕啊 这个当时啊 这个中国的内地吧 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吧 都在主张着啊 全盘西化 但是人家的蒙古族的还在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就是都护府最后的那个结果 可是呢 你看起来比较柔性的那种手段 你到最后弱的时候 哪怕是清末的时候 人家蒙人家蒙古人到最后 对不对 这个祖宗之法 他不可辩 这话也得喊出来啊 原因在这儿啊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地方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这就是使用文化文明的力量 与世界各国进行交往 其实也就是我好 对不对 你总有一个目的是希望自己好 我好 大家也好 咱们一起好 矛盾减少才能发展呢 对不对 而且就拿现在 你看一看中国这套玩法 在全世界上行之有效 为什么这样去说啊 呃 美国在西亚地区 在这个军事基地遭受 各种各样的一个攻击 中国呢 其实你说中国周边 有没有啊 这个恨死中国的一些势力 当然有还不少 对不对 有谁啊 越南都在打过一场仗 印度也打过一场仗 然后的话 还有日本和韩国 那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啊 那真的是没办法承认中国好啊 承认中国好 那就那就证明 他们当年干了很多的坏事啊 所以说呢 你说中国周边 他也照样是有各种各样 七星怪状的一些势力 想要与中国为敌 但是啊 他这个为敌的这个情况啊 他成不了事 为什么呢 哪怕他真恨中国 韩国和日本 咱们就举这俩例子啊 韩国和日本真恨 为什么呢 日本是二战时候的什么国 对不对 战败国 对不对 日本在二战时期 侵华 无论是南京大毒杀 七三一 对不对 然后什么三光的政策 未安妇 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于中国犯下的那种 就是说啊 简直不是人一样的那种罪行太多 但是的话 他现在日本的这帮啊 自民党那也是这帮人的传承 也是原来日本战犯的传承 这也就是靖国神社 大家特别反感的一个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这帮政客 一定要参加靖国神社 对不对 祖宗犯过的错 现在我们得承担 只要我们一承担啊 那就代表着我们是啊 一家人 对不对 我们是团结的 这就是啊 日本政客的一个玩法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日本现在的这个自民党 与当年的那个传承 它是一个脉络的 所以说呢 如果说啊 中国正确了 中国是对的 比如说中国主张的 二战的这些观点是对的 或者说日本的政府 向中国低头了啊 中国你是最好的最棒的 那中国政府所主张的 二战日本侵华的政权历史 日本应该怎么面对啊 他没法面对了 自民党这些人就是原来二战 那帮战犯的后代们 尤其是自民党 自二战结束之后 告诉日本人 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 你一个和平国家啊 好可怜的国家 挨过原子弹的国家 你最无辜了 那当年在二战侵华里边 你搞的南京大屠杀 T31 魏安妇这些事 如果都翻过来了 那日本的自民党 就别存在了 对不对 你骗我日本人呢 你告诉我是和平国家 你告诉我是最可怜的 那些人呢 我们是受害者 对不对 我们挨了原子弹 我们受害者 所以说你说自民党 他们这些人 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言 他不愿意向中国低头 韩国那边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韩国的这些 尤其是尹虚业这些人 韩国的右翼政党 他是啊 这个原来继承自啊 配合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 这些人的后代 然后的话 这个军队体系 警察体系 公务员体系 财阀体系 他们这些人的后代啊 对不对 如果说日本向中国低头了 那日本啊 为了二战清华时啊 道歉了 那韩国呢 作为殖民者的 这个这个 殖民者的 韩奸们的后代啊 对不对 他们怎么 怎么啊 怎么存活于这个世界之上啊 都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从根子上来说 不愿意与中国合作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根子是脏的 可是为什么 韩国跟日本 现在这个表现特别的怪异 韩国现在根本就不与中国来顶 对不对 你说啊 真的是啊 韩国跟日本 相较于中国而言比较弱 他不敢跟中国顶 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是有 但是你看一看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民兵 他对比美国大大兵 他是不是弱啊 照样是弱 为什么人家要打 因为你美国只玩硬的 不玩软的 你没有利益一致啊 对不对 那这日本和韩国 他怎么着也比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要硬点吧 对不对 日本还有什么去出云号 对不对 韩国那边啊 这个这个造船能力啊 造飞机 他也有一定的能力 那总比啊 这个民兵要强吧 他为什么不敢跟中国这么硬顶着来呢 开仗呢 原因很简单 日本和韩国国内一大堆的跟中国的经济 他是有关系的一些人啊 对不对 也就是所谓的侵华派 也就是所谓的所谓的侵华派 这些人是跟中国利益一致的 对着中国的经济往上去走 这些人也赚到了一定的钱 对不对 然后这些人的存在 然后与啊 日本啊 日本国内的右翼啊 自民党或者说 与韩国国内的右翼啊 现在的国民力量党 他们也就形成了一种制衡 尤其是韩国更加的一个明显 对不对 韩国的那个左派对李在明啊 这边不管是从历史上 人家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负担 还是从啊 这个经济政策上面 他都知道离中国近有好处 与中国交往有好处 所以说呢 这些人他肯定会肯定会在日本和韩国的国内互相的制衡 导致他们没办法做出一个啊 能够跟中国拼命的一个决定 你没有拿枪逼着人家 你没有把韩国人 韩国所有人左派右派全当成敌人 美国到哪片地区 那是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因为他他就是军事基地啊 他就是拿枪顶着别人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 中国在现在啊 东亚这边地区 有没有拿枪顶着韩国呀 用不着 对不对 韩国里边的啊 这个想要跟中国交往的 那你就欢迎你来 就是什么三星啊 SK海力士啊 来中国设厂来呀 对不对 你只要符合我中国的法律 符合我中国的规定 只要你啊 这个尊能够为中国的市场啊 提供一个健康的新鲜的血液的话 欢迎你来 对不对 你来中国赚钱没问题啊 你来中国赚钱 你还给中国设厂呢 这是好事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这些人的存在 导致他怎么能团结呢 跟中国死磕伤害这些人的利益 这大家发现没有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这不是阴谋诡计 这是什么 人间正道 他是沧桑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对于美国而言 美国就喜欢玩 就是赢者通吃 赢者全拿 我赢了你了 你一分价钱都不要给我还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搁你韭菜就搁你韭菜 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嘛 为什么叫美国霸权 他讲的是霸道啊 你要讲王道是什么呢 王道就是中国现在玩的嘛 人类命运共同体嘛 然后哪怕你韩国整体的政策 跟我关系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你三星 SKL是想要来中国设厂 还是照样是欢迎 对不对 咱们只要能够啊 能够啊 公平的交往 对不对 你赚你该赚的钱 对不对 我也要获得 我应该获得的利益 只要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状态 你来我这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很多同学会觉得 干嘛让韩国人赚钱 呸让韩国人滚 对不对 不要让他赚到任何的一分钱 韩国政府太坏了 这就是最合适的一句话啊 人间正道 他是沧桑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也就保证了什么呢 韩国 对不对 日本与中国的一个关系 哪怕他的当权派 再叫唤 他也叫唤不出来一个结果 哪怕是菲律宾 对不对 菲律宾可以 可不可以豁出去啊 可以啊 对菲律宾的啊 小小马克思 对不对 然后成定跟中国顶了 最近又在往什么黄云脑去冲 但是菲律宾国内 还有另外一派呀 对不对 杜特尔特 人家也是啊 这个菲律宾国内的一方的势力 然后这些人 你说啊 如果菲律宾未来要跟中国拼命 这些人的利益会不会受影响啊 所以说 用不着中国阴谋轨迹啊 跑到菲律宾国内 跑到韩国 跑到日本国内 搞间谍 搞特务 对不对 然后啊 你要跟着我 中国配合 对不对 你得弄你的对方啊 我教你怎么弄 用不着 只要是把正道做好了 好好的 对不对 咱们一起立一致 一起向上发展的话 然后他 他会有一个内声的反对与中国交恶的一个声音存在 这就是中美的区别 中美博弈到了现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美国那四面的楚歌呀 在西亚地区啊 美国的基地四面的楚歌呀 对不对 几十次几十次的袭击啊 天天的被什么无人机火箭弹在那 在那炸来炸去呀 伊拉克的美军基地火光的冲天呢 对不对 美国现在就是这种境遇 然后全世界看到了 哈 原来你美国不硬了呀 原来你美国对不对 然后的话 零伤亡干了伊拉克这个国家 现在你面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 你不敢上 而且你美国自己还说那是伊朗支持的 那你美国干伊朗啊 你美国不去 对不对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倒是想硬 他硬不了了 你再去打仗 损的是谁的国力呀 对不对 打仗损的钱更多 美国本来就想从这个俄乌这边战场抽身出来 为什么呢 再再打下去 那不知道花多少钱 那乌克兰那玩意儿败家玩意儿 泽连斯基 天天花钱没够啊 然后的话 你不给他钱 他浑身难受啊 那你说美国 那怎么办呢 那没 花 花见不着头的钱 你说美国人愿意吗 不愿意花钱 那出来 出来之后 你让他在巴以这 在中东 在西亚这 再 再继续花钱 呵呵 呵呵 那那就开玩笑了啊 那就真的开玩笑了 所以说美国现在 软 美国 这个软 他又不是柔 他真的是软 他不敢你让别人看到了你的虚弱 原来你美国在这边展示的全是强硬 拿枪顶着别人 结果走到现在让别人看到你美国也会怕呀 那那不弄你美国弄谁呀 对不对 而且美国人现在真的是有点可悲让我看起来 为什么呢 你看看美国在这个巴以局势上的这个讲话 那真的是处处的一个小心啊 人道主义的喊出来 人道主义走廊 得得得主张出来啊 这个你以色列不要轻易进入加沙地区啊 也得讲出来 内塔尼亚湖你有问题 美国人照样讲出来 对不对 说什么 我不针对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 对不对 这个话也讲出来 美国军事基地被袭击之后 美国人还得说 这个事跟巴以冲突无关呢 对不对 没有 这 我 真的是可怜 对不对 傻子都知道 巴以局势恶化 那就是啊 这些民兵组织 袭击你美国的主要原因 谁让你美国支持以色列呀 因为以色列就是你美国在西亚地区的工具呀 对不对 以色列搞 搞那么多的坏事 就是你美国支持的呀 你美国现在自己说 跟跟这个巴以局势无关 对不对 我挨揍 那是我 我我坏 美国都成这个形象了 别人还要弄美国 对不对 西亚这些啊 地方上的势力还要弄美国 还在袭击着美国的军事基地 你就知道美国现在真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中国呢 你说中国啊 刚才跟大家讲中国对于啊周边这些国家的政策揉揉揉 咱们呢 这个实施的这个方案是揉的 但是的话 在很多的问题上 那中国可比美国硬多了 对不对 美国不敢整整体的得罪啊 这些国家 中国呢 日本的这个水产 我说不要就不要 对不对 你放在全世界任何啊 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 如果轻易的断掉对方国家某一项产品的进口 说实话 这两个国家呢 没准出大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个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可是美 可是日本呢 可是日本呢 敢顶吗 为什么不敢顶 那你日本理亏啊 谁要你往大海里排放核污染水啊 中国就借着这个理由 借着这个油头 我断你一项 对不对 这个商品的这个输入 水产品 农产品 对不对 断你这些商品的这个输入 你每你日本拿我还没折 你还骂你 你还你还骂都骂不出来 你知道吗 就说谁让你理亏啊 而且呢 一点都不带松的 我只要说出来你日本不低头 那我就继续还这么干 这是一个非常硬的 美国跟中国打中美贸易战 美国有那直接断了中国哪项商品的输入吗 最多就是给中国的商品来点什么301条款的关税 对不对 那中国跟日本那不是加关税的问题啊 直接我不进口了 都卧团 对不对 那又如何呀 你日本怎么着了呢 硬不硬啊 对不对 钓鱼岛的问题 今天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新闻 啊 这个日这个中国的官方通报啊 日本一些破船 又往钓鱼岛去冲 结果呢 又被中国的海警给控制了 对不对 钓鱼岛这我一点都不会妥协 该主张的我硬的不得了 对不对 但是在某些合作上 共力的问题上 柔软的不得了 那讲回 对不对 这个这个20个州啊 这个问题 大家也就知道中国怎么玩的了吧 人类缅运共同体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该合作的地方合作啊 你赚钱 我也赚钱的事情 不做是傻子 对不对 但咱们要做 要做完了之后呢 你美国与中国 在哪些问题上 在与中国交恶的 中国照样跟你挺 为什么呢 分的清楚啊 对不对 你好我也好的事情 那咱们就得做 首先大家得记住啊 这个这个这一次啊 美国的20个州长来中国呢 全是农业相关的 那中国需不需要农业呢 中国这个哎呀 中国这个确实是需要 现在粮食危机啊 这个俄乌战争一打 粮食危机喊了好几回了 你说中国需不需要粮食啊 中国本来也不算是一个完全的产粮大国 对不对 那产粮还有产肉啊 产这个蛋奶啊 这些东西 它都是需要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美国想不想卖呀 想卖是吧 便宜点卖咯 对不对 你看我是大量的进口你 你是政府级别 你是州长级别啊 来中国访问 那咱们谈的订单全是大订单 但是的话 哎呀 这个这个 这个太贵了 你给我便宜点 对不对 不便宜是吧 巴西那边也产 俄罗斯也产呢 对不对 澳大利亚也产 澳大利亚最近啊 这个总理都要访华了 对不对 你看澳大利亚卖十块 你美国卖多少钱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中国所需要的商品 中国买 那对于中国来说 绝对不是个坏事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呢 对于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那也是一种促进 对不对 也是一种促进 澳大利亚你也得努力 把自己的成本降下来 相较而言 美国的商品 那个竞争力 你得提起来 什么你的成本降不下去 是吧 美国卖十块 你就是十块零五毛 是吧 你想让我买你的 可以啊 拿什么换 拿什么换 你的这个矿产 要不要便宜点 总而言之吧 这些事情就是中国的玩法 美国那一套呢 傻大黑粗 全都是玩硬的 而且只看自己的利益 美国优先呢 美国第一啊 天天玩的全是这些 美国国内弄点什么 什么这个橄榄球 棒球啊 篮球的比赛 一得冠军 全是世界冠军 你美国国内的这个联赛 你得了冠 你叫世界冠军 哎呀 不成熟啊 小鬼 你让我只能这么说 他不是个文明 在中国文明面前 真的是啊 有点真的是啊 落后了不止一个层级 对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 知道玩硬的 那得都府府 那得控制周边的地区 那得拿真刀真枪 逼着他 让他低头 对不对 这是中国一千多年前懂的 后来后来不玩了 到了清朝的时候 金平之谦 到了现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不对 美国 离金平之谦 有多少年呢 离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多少年呢 所以说 说一句流行的话 从文明的角度 美国落后 中国一千多年 对不对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话吧 在某项科技 什么中国落后 美国什么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天天这么好 但是今天 咱们从文明的角度上来聊 对不对 美国落后于中国 一千多年 加油美国 对得成熟起来 其实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未来 加拿大也得低头 美国的州长低头了 美国如何能够团结一致与中国对抗呢 那美国 如果说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你老五说白了 那美国不跟中国谈了 怎么办 哎 谈不谈 不谈伤害是伤害的是他的利益 美国的这些农业州所生产的农业的产品 离开中国这边市场 你卖给谁 你卖给谁 中国毕竟世界三大市场之一 对不对 让你爱来不来 你不跟中国做生意 你少赚钱 坑你自己 你与中国做生意 对不对 那你跟中国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将会越来越紧密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你美国 你往哪头跑 你能跑得出去 文明的差距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